两岸头条 天天有料 乱港分子企图偷渡台湾失败 民进党当局急忙撇清关系 罢免陈志忠第一阶段过关 蒋万安被指提早布局下届台北市长选举 岛内7月景气灯号序量代表屈弱的黄蓝灯 好 下面进入今天的详细内容 国防部新闻局局长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 27号主持8月国防部例行记者会 针对有记者问 本月美台互动频繁 美卫生部长抵台活动 美军马斯廷号驱逐舰穿航台湾海峡 美军机加大在台海周边活动的频率 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吴谦表示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形势的台独分裂行径 坚决反对任何形势的美台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 这一立场清晰明确 吴谦指出 近期解放军东部战区多军种多方向成体系出动兵力 在台海地区连续组织实战化演练 针对的就是外部势力干涉 针对的就是一小撮台独分裂势力 及其分裂行径 我们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坚定维护台海地区和平稳定 此外 针对有记者问 台湾媒体报道 美国防部近日公布的一份总价值620亿美元 为期十年的军售订单中 包括可能向台湾出售的66架F16V战机 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吴谦表示 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国售台武器 一直以来 美售台武器都是破坏中美两国两军关系 和地区和平稳定的一个重大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 中方的立场清晰明确 去年美方宣布向台军出售66架F16V战机后 中方立即表明了坚决反对的立场 如果美方执意推动新一轮售台武器 中方必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予以坚决反制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27号主持例行记者会 有外媒记者提到 关于捷克参议院议长 将于近期访问台湾地区的相关问题时 用所谓总统称呼蔡英文 称蔡英文将同期见面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对此强调 首先我要纠正你的错误说法 我们只承认你说的这个人是台湾地区领导人 赵立坚表示 中方坚决反对建交国同中国台湾地区 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 这一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 捷克个别政客出于一己私利 罔顾中方严正交涉 无视捷克主流民意 公然违背捷克官方一贯承诺的 奉行的一个中国政策 执意赴台湾进行所谓访问 蓄意破坏终结关系政治基础 中方谴责这种卑劣的行径 敦促解放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正确慎重处理涉台有关问题 驻丹麦使馆发言人28号就台湾民进党当局吴钊燮 在丹麦媒体公开鼓吹台独发表谈话 谈话指出 8月25号台湾民进党当局吴钊燮在丹麦媒体公开发表台独言论 鼓吹所谓台湾加入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 众所周知 1971年10月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2758号决议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 早已从政治、法律和程序上彻底解决了 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 充分体现了联合国所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 联合国多次重申 将坚持按照联大第2758号决议处理台湾问题 谈话表示 世卫组织是由主权国家组成的联合国专门机构 世卫大会251号决议重申了联大2758号决议 确认了中国在世卫组织的代表权问题 台湾参与世卫组织等国际组织活动 必须在一个中国原则下通过两岸协商做出合情合理安排 台湾同胞是我们的骨肉同胞 没人比中国中央政府更关心台湾同胞的健康福祉 疫情发生后 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及时主动向台湾地区通报疫情信息 1月中旬 因台湾地区相关部门请求 台湾地区医疗专家到武汉进行实地全面考察 并同大陆专家进行了交流 中国中央政府及时向台湾地区通报新冠肺炎疫情信息 台湾地区获得疫情信息的渠道是畅通的 根本不存在所谓国际防疫缺口一说 谈话表示 吴钊燮的有关言论暴露了民进党当局 利用当前新冠肺炎疫情谋求台独的险恶用心 其所谓台湾加入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的企图都是别有用心 根本不是为了台湾民众的健康福祉 而是彻彻底底的政治操弄 不会得逞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27号在介绍第八届海峡青年节有关情况时表示 本届海情节以幸福家园梦想为主题 创新探索线上加线下模式 以云维梅精心设计了14项活动 有记者提问 第八届海峡青年节目前正在举行 这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规模最大的两岸青年交流活动 请发言人介绍活动的有关情况及特点 马晓光表示8月15号由国务院台办全国青年福建省政府共同主办的第八届海峡青年节集中活动 在福建省福州市正式启动 这是新冠肺炎发生以来规模最大的两岸青年交流活动 搭建了两岸青年交流交往交心交融的平台 继续展现海青节的魅力和强大品牌效应 主要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活动形势别开生面 本届海青节以幸福家园梦想为主题 创新探索线上线下模式 以云维梅精心设计了14项活动 重点做好云上峰会 云加油云直播云游海峡等4场线上交流活动 云上峰会在福州设主会场 在武汉、昆山、厦门、平潭和台北等地设峰会场 各项活动大规模运用视频连线、抖音互动、直播分享等方式 开展广覆盖、及时性、互动性、可持续的两岸青年交流 二是活动时效更加突出 本届海青节为台湾青年来福建就业创业 提供岗位对接和优质服务 期间首届闽台人才协作论坛发布2349个面向台湾青年的岗位 首次将时尚的直播带货等新经济业态融入各项活动 以线上加线下活动形式突破疫情带来的时空限制 深化两岸青年交流 制定防疫工作预案 建立活动承办方、场馆方、酒店方 三方疫情联防联控机制 确保活动安全有序 三是交流议题反响热烈 本届海青节受到超过6000万人关注 云上峰会全网传播量超过7268万 云加油滨海直播专场活动 两岸观看人次达320万 云游海峡活动总计阅读量达2265万 海峡两岸及香港地区40多家媒体 230名记者在今日头条、抖音、脸书、推特及媒体新闻客户端等全平台 报道海青节 两岸媒体福州型活动推出海青故事专题系列报道 鼓励支持更多台湾青年登陆发展 截至8月25号 活动新闻总阅读量达3700万 视频播放量达7300多万 目前海青节相关活动还在持续进行中 在商务部27号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 针对有记者提问 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10年期限下个月结束后是否还会继续执行 新闻发言人高峰表示 2010年两岸在坚持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上 签署了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截至2019年底 大陆已累计对台前免关税61.5亿美元 台湾有56家金融企业 和1333家非金融企业 利用相关优惠政策在大陆提供服务 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给岛内相关企业和民众 包括广大中小企业和农渔民 带来的利益是实实在在的 这一点大家都有目共睹 需要指出的是 一段时间以来 民进党当局不断以各种借口和手段 阻挠破坏两岸交流合作 只会压缩台湾经济的发展空间 直接损害广大台湾同胞的切身利益 8月26日晚 中国海警局在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 广东海警局于8月23日抓获李某某 邓某某等11名涉嫌非法越境人员 据多家港媒消息 李某某为乱港分子李雨萱 他此前因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被捕 报道称李雨萱与其余11人乘坐快艇 由香港西贡布袋澳出发 在果州群岛被中国内地海警截获 据了解 他们打算潜逃台湾后申请政治庇护 据台湾《望报》报道 李雨萱等人潜逃失败的消息传出后 27日台湾陆委会发言人邱锤正随即切割 声称民进党当局绝不鼓励以非法方置赴台 对此台湾中国时报发表评论称 蔡英文曾表态称香港力挺乱港分子 当乱港分子还局限在香港境内 没有外溢到台湾时 隔海大力声援 没什么后顾之忧 但是当人真的来了 棘手问题也随之而来 蔡英文对台独的策略是只做不说 面对棘手的香港议题和继承事实的香港国安法 蔡英文可能也想顾忌重施只做不说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 罢免高雄市议员陈志忠总部27号指出 以正式接到台选务机构的核准函文 第一阶段提议人数符合规定的3300人 达到法定人数 近日将派员前往台选务机构 领取联署人名册 预计9月4号启动第二阶段联署 罢中总部发言人郭伦豪指出 罢免陈志忠联署反应热烈 各联署站每天都有数百人前去联署 多数联署者不满陈志忠平常不务正业 借着蹭寒蹭马蹭议题 俨然成了全台的不分区议员 其目的不过是为了打知名度刷存在感 对选区选民却一点贡献都没有 郭伦豪提到 陈志忠对父亲陈水扁贪污仪式 以政治迫害为由转移焦点 召集事件愧对妻子与孩子 议会开议 趁着上班时间跑去抒压按摩 种种荒唐行径 经过法院认证媒体大肆报道 也看不到陈志忠有任何惭愧悔意 他感叹 连选区都被全台笑话 怎么选出这样的议员 因此罢免陈志忠的行动 势在必行 更是众人期待 据报道 罢中总部在第一阶段过关后 第二阶段将于9月4号正式启动 并于9月5号成立罢免陈志忠总部 计划10月2号前完成3.5万人联署 并送台选务机构审查 誓言要让陈志忠下台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 国民党民意代表蒋万安 近日跨出台北市中山松山选区 在士林北投区设立服务处 更将于9月与台北市民代企业家参序 似乎在为备战台北市长选举做准备 多位蓝英民代为此感到振奋 看好他有机会在党内提名胜出 国民党民代陈玉珍表示 国民党人才忌忌 蒋万安 罗志强 国民党副秘书长李燕秀等都很优秀 但还要带制度来产生最后人选 相信蒋万安一定有机会胜出 民代李德韦也说 蒋万安绝对是党内新生代 最有实力的候选人 对照过往选战节奏 蒋万安相对较早启动布局 他提醒要拿捏好选举节奏 包括政策 选战实务 地方经营等 不过也有蓝英民代指出 蒋万安提早布局可能会遭受民进党攻击 已宣布参选下届台北市长的国民党 格时院长罗志强表示 为蒋万安高兴并给予祝福 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 台当局发展事务主管部门27号公布 岛内7月景气对策信号连续第五个月 亮出代表趋弱的黄蓝灯 据报道 岛内7月景气对策信号综合判断分数为21分 较上月增加2分 但景气同时指标持续8个月下跌 9项构成项目中 工业生产指数由绿灯转黄蓝灯 制造业营业气候检测点由蓝灯转黄蓝灯 工业生产指数由绿灯转黄蓝灯 制造业营业气候测验点由蓝灯转黄蓝灯 股票指数和机械及电机设备进口值由绿灯转黄蓝灯 其余五项维持不变 有学者分析指出 虽然传统旺季来临 但面对疫情 出口和消费不会太好 只能靠投资带动 下半年仍难逃离 景气收缩期 此外 由于全球疫情威胁 出口为主的制造业面临严峻挑战 台湾某研究机构27号公布 8月消费者信息指数调查 民众对岛内就业信心 创十年来新低 以上就是本期两岸头条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